最近一篇谈论单身或导致蔡英文政治风格偏向极端化的文章火了 该文章认为蔡英文没有爱的情感拖累 也没有家的掣肘 没有子女的牵挂 在政治上的形式风格和形式策略 往往偏向情感化 个性化 极端化发展 政治权术上则是在战略方面考量少 战术细节上考量多 短期目标琐事到极致 长期目标则较少的顾及 那么婚姻状况到底是不是左右一个领导人入视野政治意志的变量呢 作为单身的女性领导人物 蔡英文其实并不孤单 同在台湾新进当选的国民党主席 在台湾政坛身材娇小 但问政风格激烈泼辣的洪秀柱也同样单身 在亚洲最典型的单身女性领导人要算韩国总统朴景慧 作为韩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 64岁的她至今未婚也没有孩子 曾经残酷的政治斗争 性格刚毅冷静 让朴景慧被人称作为兵公主 朴景慧说 我没有父母 没有丈夫 没有子女 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因此韩国媒体将朴景慧称作为 嫁给国家的孤儿总统 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更加合理 没有家庭情感的牵绊 应该更加理性 也更加专业和执着才对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美国家吧 赖斯是美国的女性政治家 美国国务院第66任国务卿 她是美国历史上就此任职的第一位女性 非裔美国人国务卿 继克林鲍威尔之后的第二位 非裔美国人国务卿 和第二位女性国务卿 朱利亚埃林吉拉德 生于英国威尔市格拉摩根山谷的小镇巴瑞 墨尔本大学法律和文学双学士的学位毕业 2010年 朱利亚吉拉德当选为澳大利亚的新任总理 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首位女性总理 那么如此看来 单身对女性从政有多大的影响呢 在法国 人们选择不婚的情况 司空见惯 一些人不接受婚姻体制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有生活伴侣 或者是共同的养育小孩 政治人物是否有稳定的婚姻关系 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微乎其微 现任的总统奥朗德 是法国史上首位未婚的总统 但是先后交往的三个女朋友 他先后和法国的女政治家罗亚尔 共同生活近30年 并且生育了4名子女 前任总统萨克齐上任之初 也爆出了和妻子塞西利亚离婚的消息 随后更是高调的迎娶了布吕尼 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总统普京 普京无疑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单身男人 硬汉普京本来就有过一段婚姻 2013年克里姆林宫宣布 普京和妻子和平分手的消息 很多人都还记得2014年的4月 普京和俄罗斯民众进行直播连线 当被问到 俄罗斯人民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新的第一夫人的时候 他回答 我首先得需要把前妻柳德米拉嫁出去 然后再考虑自己的问题 那么普京在当总统期间离婚了 俄罗斯的战略因而会发生逆转吗 最后要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 虽然我也很讨厌民进党的蔡英文 但是用个人生活单身拿来做文章 这个其实并不好 单身也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 如果说蔡英文做事极端 也没有证据说是因为单身才极端 结了婚的极端分子 还不是比比皆是吗 说蔡英文单身 那么怎么看单身的普京呢 新闻生活 我是熊逸 感谢订阅收听 明天再见